本港亦有采救科興新冠肺炎疫苗 負責疫苗接種計劃的工務員事務局局長聶德權說 顧問專家委員會今個星期會開會審視問題 再給予清晰建議 當委會確保疫苗安全有效才被港人接種 每一種疫苗在香港開始接種之前 一定要經過我們成立的顧問專家委員會審視 和那個審核 第二 這些疫苗本身 亦都是在香港以外的一個藥物監管的機構裡面 是得到批准作緊急使用的 而第三 政府也是根據法例 是給一個認可作為一個緊急使用 所以是要經過這幾個步驟 這個疫苗本身才會在香港進行接種 這是確保這個疫苗本身 是在安全 有效和品質方面有信心 被問到本港已經和科興簽約 是否不能夠改變 它重新有關合約屬於預先採購協議 是基於全球疫苗供應緊張而做 會確保疫苗達到某一些條件 我們會在這組其中文化 就是跟身體有權 是有效的 是有效能的 如果是非